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之后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震惊 我们每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但是我们希望有我们每个人 理所能及的一点力量 然后被江妈妈提供更多的帮助 据了解2016年的11月份 江哥在宗津去车站 接自己的朋友刘欣 一起返回居住的公寓楼 刘欣先进到了房间 紧接着邻居们听到了尖叫声 江哥被人连捅束刀 倒在了自家的门口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于日本警方调查 犯罪嫌疑人是与江哥同住女孩 刘欣的前男友陈世锋 一个月之后 日本警方以杀人罪 正式起诉了陈世锋 被告陈世锋在法庭上 只承认了恐吓罪 否认故意杀人 认为自己是杀人未碎罪 并陈述凶器的水果刀 是刘欣从房间里 拿出来递给江哥的 并且迅速关上了房门 据陈世锋叙述 据陈世锋叙述 陈刺出的第一刀 江哥就倒下了 第一刀是致命的 而陈世锋便解称 第一刀的时候 自己是不但有杀人动机的 尽管随后 他想蹲厕所 我说那我赶紧回去换裤子 他说你赶紧上去 干嘛就吧 一回家我就去找卫生机 就听到三叔在外面 啊了一声 三叔啊了一声 我就开门 门开了这么一块 真的就看到我们家门口 那个白色的水表 你知道吗 三十个分 大概就看到那个白色的水表 然后门逛的转回来了 转回来之后 我就去看毛眼 外面到底怎么了 我边看毛眼边出门 我说三叔你别闹了 赶紧开门 喊了好多 我又去 我又去开门 根本就开不开 然后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说我就边喊着 我说我报警了 我报警了 我就喊着去 我是拿手机 然后我就打拖了 我个人比较支持的说法是 如果有充分的资料显示 有充分的资料显示 刘欣小姐以当时的情况来讲 他可以出生致死 或者是呢 他可以把门打开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去减少江哥小姐死亡的风险 或是遭受死亡结果的话 但是他却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 去放任江哥小姐遭受伤害 事后呢 又以一定程度的恶劣态度 来造成了江哥小姐的家人 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重大损害的话 有一些学者基本上认为 刘欣小姐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用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 去嫁损害在他人身上 就是以一种违背社会功德 或者是一种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的方式 去伤害了他人的精神 就是所谓的人格权益 所以这个时候或许刘欣小姐的行为 是具有民事责任的可能性 但也这也是仅仅是推论而已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并不了解到底 刘欣小姐保持沉默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日本的警方要求她沉默 或者是有其他原因 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后 刘欣小姐的言行 以及她家人的言行 确确实实 依照一般的经验法则 她对江哥小姐的家人 造成了精神上的重大痛 这个部分其实是有赔偿的 在日本 有人问我 如果你是刘欣的妈妈 你会怎么做 我会第一时间到 江哥妈妈身边去 告诉江哥妈妈 我和你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 无论刘欣有没有过错 我都和你一起去面对 哪怕是刘欣有过错 你以后要打要骂都行 王老师 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不会有 5月21号那篇文章 不会有成千上万的网友 这样的责骂 那如果她没承担那个责任 你就会用这种方式 我没有别的方式了 要么我去杀了她吗 我觉得这都是 这都不是最严重的方式吧 我都为江哥怎么办嘛 我应该怎么做 那么难道您让我 就什么都不做 留心 我江哥就白白的死掉就行了 她的善良就这样 被践踏就行了吗 这是一个拷问人性的问题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我家江哥被害的一个事了 这是反映一个社会的人性问题了 如果我江哥的这种善良就这么被践踏的话 我相信通过江哥这件事情 所有知道江哥这件事情的人 会有一个对人性颠覆性的认识 那不是我想看到的 你单身这么多年 你啥不关注北极熊事件呢 求了管住他就送你朋友啊 你关注为啥不关注啊 为啥不关注 你就搜索关注一下吧 咱们 咱们